来关心国道三号大山崩基隆到汐驶路段封闭了一个多月 终于在今天下午一点钟通车 而目前只开放两线道 小客车也限速60公里 大货车还有连接车是不能够上路的 不过山崩路段的马东系统还在抢修 所以是暂时封闭 在现场高工局是堆了两层的货柜做挡土墙 让驾驶人看了有点啪啪的 收起三脚锥 封闭一个多月的机械段终于通车了 等了太久了 等了都没耐心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 这个比较近 到台北近 本来25号我们又失望了 后来今天能够顺利通车 那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那会不会担心 担心是很难讲的 因为不会毛毛的 那个马英九会毛毛的 不会毛毛的 不会毛毛的 会不会担 毛毛的还是会有的 大货车 连接车禁止通行 小货车限速60公里 目前只恢复两线道通车 至于山崩路段 马东系统还在抢修 高工局堆了两层货柜 做临时挡土墙 让驾驶人心里毛毛的 尤其是山崩目击者 重回现场 更是心有余悸 不光是国道 连省道我都怕 只要旁边有山吗 对 只要有山 或者是上面有桥 我就很怕那个桥断了 压下来就会砸到我 或者是旁边的山 突然之间会不会又坍塌下来 其实我担心的是这个部分 这边我一直以为是 它会整个都把它整理好了 但没有想到说 只是暂时是这个状况 南北的出口杂道 我是为了要修复 或是为了要编破施工 所以暂时封闭 所以这个部分暂时还没办法开放 所以不会影响安全吗 不会影响安全 基本上都不会影响安全 高工举入了安抚明星 机器段九处顺向坡 正在陆续钻洞 设置横向排水口 以及自动化监测器 预计三个礼拜后 可以开放三线道通车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